我第一次走进资商市到现在已经超过两年的时间 一晃眼已经累积超过了100多个小时的资商 分享自己透过心理资商了解辨别情绪等自我觉察 一向知性的李克太太 这回与线上课程平台合作贩售资商笔记迎来争议 我曾经认为有情绪既不好又麻烦 但我后来学习到情绪是中性的 是一种保护机制让我们生存下去 我会跟你分享对我非常有帮助的做法 李克太太说以学姐身份分享笔记 开价千元一又两千多人订购赚近四百多万元 被不少网友质疑不具有心理资商证照 怎么帮人资商 作家谢志桥也在脸书炮红 把非专业的经验包装成课程 以分享的说法规避法律责任 李克太太PO文回应 课程还没上线就开始误导别人 强调是从自身的生命经验 结合心理师教导的技巧 处理感情等问题 内容绝不触及资商 也绝不会替任何学生资商 他也表示只想说酸名叮叮 人家已经在犹豫要不要开始 认识自己透过别人的分享 鼓起勇气去资商人 你在蹭什么 火力十足反击网友 而另一位拥有121万订阅的网红 爱丽莎莎 则是当起讲师 素人开团如何用团购近赚百万 店家品牌如何用爱需导入 源源不绝的客流呢 爱丽莎莎推出自媒体课程 分享小资女的吸金心得 开课两天由4000多人订购 销售额逼近1300万 尽管屡次爆出失言风波 但也有人说爱丽莎莎 影片题材吸引人 怪不得有广大网友买单 TVBS新闻上面是红庭泰报道